蔡总统的随行的记者 就是台湾Plus的记者 那他呢 他说呢 他知道说台湾人一定会想知道的 所以呢 就专门喂台湾人 有没有 还是台湾的记者贴心 是不是 台湾的记者知道台湾人想看什么嘛 那就专门贴了 飞机上的饮食 就是都还蛮好吃的 真的蛮好吃的 我觉得看上去真的蛮好吃的 我想吃这个 因为我知道所有的台湾的这些东西 就像什么果冻啊 布丁类的都很好吃 看这个也很好吃 看上去都很好吃 还有哈根达斯 你看见没有 有龙虾肉哦 龙虾肉哦 看到没有很大块的龙虾肉 看到没有 吃的超好的耶 这是随飞机的记者 吃的 还有哈根达斯 有没有 哈根达斯 哈根达斯 蛋糕看起来也很好吃 是在瓜地马拉 吃的 我记者也说蛮好吃的 他当时也说蛮好吃的 蛮好吃看上去 好多 好像 好像不知道是不是每餐都有哈根达斯 都有哈根达斯 观念是什么呢 就是他有拍厨师 那然后呢 记者有讲说 说就说这个 这个都是现做的哦 就是都是在飞机上面 专门有厨师现做的 那然后呢 他记者最早以为说 那个厨师就是只为蔡英文总统服务的 但是结果发现 其实厨师是给啊 整个飞机的人做菜的哦 那以我的理解 那应该就等于说是蔡总统跟大家吃的 应该是一样的东西 嗯 那因为厨师也不可能说在 饭点啊 就是 我我个人觉得哈 我个人猜测啊 应该蔡英文总统跟大家吃的是一样的东西啊 那 因为这一个飞机人也不少 我觉得如果厨师是为整个飞机的人做菜的话 我觉得不太可能说 对 跟蔡总统啊 和其他的随行的人员是差别的呃呃呃呃待遇 我觉得应该是一样的 真的很暖心 很令人感动 就是说随行的人 大家其实都是被 蔡英文总统带上飞机的厨师 以同样的方式去照顾 吃得这么好 整个飞机的人 都跟着蔡英文总统吃一样的东西 记不嫉妒 我很嫉妒 还蛮嫉妒的 然后就说 在中间的时候 还会给汉堡吃 怕大家饿 坐飞机的时候很饿 坐飞机的时候特别饿 就是坐飞机的时候 跟你平时吃东西不一样 我坐飞机的食量 是我平时的一倍 不知道为什么坐飞机会特别饿 这个细节蛮令人感动的 就是就好像蔡英文总统 他下飞机的时候 所有的随团的人 跟着一起下一样 就是不知道 我觉得真的是挺令人感动的 嗯 我不知道别人家的总统怎样了 这个我也不敢说 我不知道别人家的总统 是不是会让随行的人员 跟他一起享用 他带的厨师的餐店 嗯 我不知道 但我觉得能做能这么做的总统 应该不是很多 我觉得应该不是很多 然后我很爱蔡总统的这一张照片 就这一张回程的照片 返回台湾的照片 我很爱啊 我跟你们讲啊 就是说蔡总统这个夹克 我很爱 我早就看到了 我一直就觉得超帅的 我一直觉得超帅 但我觉得这张图片 蔡总统的帅度大概爆棚 就是因为你知道 就是上飞机有风嘛 就这个记者赞哦 这个记者赞哦 这个摄影记者赞哦 他抓拍到蔡英文总统 就是那样一个侧面啊 就是这样的 很漂亮耶 很帅耶 有没有有没有 嗯 那 嗯 然后 非常感谢我的管理员 龚维亚啊 帮我打听了一下说 外面能不能买得到这一件 夹克是买不到的 但是呢 其实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说 嗯 就是其实蔡总统是很有意识的 在穿这一些军队的服装 啊 现在 泽伦斯基 掀起的这个全世界穿 军人服装的那一个风潮 啊 那 其实蔡英文总统早在泽伦斯基之前 啊 就是说 他蔡总统在2021年的元旦的时候 就穿了这件夹克出席 啊 元旦 升席 呃 典礼啊 所以说至少蔡总统就是 这近几年 蔡总统一直就很有意识的在穿这一些 军队的服装啊 出席这种正式的场合 嗯 他跟 他某种意义上讲 跟啊 泽伦斯基穿军队的服装 去国会演讲 去接见世界各国政要 是异曲同工之妙啊 他的意思 其实一定程度上就是说 他在向军队表示说 啊 我是三军统帅 我时刻与你们站在一起 嗯 对吧 我可能现在没有去巡视 但是呢 啊 就是我身上这件服装 就代表着我跟军队啊 站在一起啊 那蔡总统在这一点上其实就很早就一直在这样做了 嗯 那大家比较多的去讨论说 哎 这件夹克很帅 但是其实我相信蔡英文总统是有这样的用心的 再加上这些服装啊 你不去参军是拿不到的 嗯 不参军你是得不到的 他当然就等于说是在鼓励你参军 我在台湾旅游的时候就看到很多 台湾军队招募的广告 嗯 就是其实台湾军队蛮缺人的 那因为历史的这个原因吧 啊 那各个方面的这个原因啊 包括过去军队的待遇啊 包括军队过去长官对于军人不是特别的好吧啊 呃 就是说军队有这种阶级啊 或者一些不好的一些传统 各种原因吧啊 导致台湾军队招募还蛮困难的啊 所以就是说你总统啊 穿着这样军队的服装出现 那然后大家都觉得很帅很漂亮啊 那然后你问说去哪里买是买不到的 你必须从军才可以啊 他实际上是对军人的形象 军人的自豪感啊 是一个很大的一种提升 那你就想嘛 如果你身边有军人 你就会去问他说 哎你真的有这件吗 哈哈哈 对不对 好羡慕你有这件 很帅啊 那蔡总统穿着这件衣服去出访啊 这么光荣 这么荣耀的这种场合 蔡英文总统啊 穿着这些衣服 嗯 是不是就很棒嘛 于公盖房 谢谢你捐赠了我75台币 说蔡英文当总统六年 每个月最少有一次公开的军队形成 是所有总统中最关心军队的 对 嗯 对 你看泽伦斯基他也不停的去前线 泽伦斯基他不停的去前线巡视 对 就是作为 就说泽伦斯基他是一个战时的总统 那你可以这么讲 就是台湾的总统 在现在的这个国际的情势下面 那台湾的总统当然也一定要表示说他时刻与军队站在一起 嗯 那我看到有一些蓝颖的一些人 声称说是说 那就或者是爱好和平的所谓爱好和平的人 那声称说就是现在去 做一些个追求和平反对战争的这种宣讲 好像说不耽误国军继续打仗 我觉得就是他们 他们说话说的就好像国军都是机器人一样 他们话就说的好像台湾人民也是机器人一样 就好像有一个开关有没有 一个switch 就是一个开关 就是你把这个开关啪打到这边 你就爱和平 然后你把这个开关啪打到这边 就变成说捍卫台湾绝不投降 就你知道吗 我就觉得这些人 我不知道他们脑子出了什么问题 就是他觉得别人都是僵尸 就是你往这边指就爱好和平 然后等中国打过来的时候往那边指你就捍卫台湾了 就傻貌吗 你以为人是那样子的吗 你在现在台湾的就是台湾的国军承受这么大的压力 你包括现在整个的军演的这种情形下 然后这个时候台湾的人民去喊爱好和平 不要挑衅 你对军人的士气的打击有多大呀 有多大呀 他是人呀 他是人呀 他要对他所做的事情 他有光荣感啊 你要台湾人民支持他 说你干得好 太棒了 我们支持国军 那就是荣耀归于国军 你才能够你才能激发大家的这个这个 这个去捍卫台湾的这个这个心嘛 这个热情嘛 然后你这个时候去喊说 哦都是台湾挑衅中国 所以中国才来这个军演 那你让国军多沮丧啊 你让国军多多多多多畏守畏畏呀 我真的不晓得就是 有些人他们真的是有问题啊 他们脑子也有问题 就是在他概念中 就是那就好像一个开关一样 就是人可以这么啪啪啪啪来回的打开关 嗯 那就是这种开关呢 那是那是中国共产党收买的人好吗 就是你给他四百块 他就他就喊说 这个这个反对台独 你你你再给他四百块 你说你喊反对习近平 他就喊反对习近平了 就是你那种开关打来打去的 是买来的好吗 嗯 我觉得是蔡总统用意很深的 这样的一种 嗯 应该说是 来支持国军的一种方式 嗯 就说我也很喜欢泽文斯基啦 啊 但是我就觉得说 其实蔡总统很早就在做一样的事情 嗯 很棒 而且我觉得蔡总统真的很辛苦 哎 你看 那他刚刚回了台湾 刚回了台湾 就又在台湾接见访团了 嗯 那这个访团呢 那这个访团呢 是呃 美国众院外交委员会主席 麦考尔 嗯 嗯 那而且还参访了台湾的立法院 哦 是呃 台湾 是在美台断交 台湾关系法生效 44年以来 第一个公开进入台湾议场的 美国 国会外委会访团 嗯 那 对 很帅耶 很帅气 嗯 是阻止 共产中国 是来阻止共产中国的 头版 有没有 帅吧 帅吧 头版 哎 头版唯一的大照片呢 蔡总统 让大家比赞 啊 我觉得这一段也蛮可爱 你看 你看 你看蔡总统比赞 要求所有人比赞 哎 要求所有人比赞 然后把这个拍下来了 在人家的地盘上面 在美国哟 就是 外国人去台湾的时候 要求大家比赞 嗯 就算了 就大家去台湾嘛 蔡总统一个人 也不是一个人了 蔡总统一个团 杀到美国 让美国 国会议员团比赞 大家也都比赞 嗯 很可爱 好 这个应该是在 这个洛杉矶的酒会 有没有可爱 很可爱 有没有 可爱 哎 我发现蔡总统 在美国很放飞自尾 那个 习近平 叉叉叉的那个 有些人说 这对习近平 牵连习近平妈妈不对 习近平妈妈 是一个坚定的革命者 好吧 习近平妈妈 是个坚定的 中国共产党人 坚定的革命者 而且他妈妈高龄 也快 快一百岁了 不知道用了多少 中国无辜年轻人的器官 没有什么不敬的 好吧 蔡英文总统 见麦卡锡的 历史性一刻 有没有 历史性一刻 耶 是在美国的土地上哦 是在美国的土地上 嗯 见 嗯 众院 一掌 很好笑 就是那天在 外面 有那个外国人喊 这个四百块钱一天 他们一直在喊四百块一天嘛 四百块一天 实际上他们还 他们真的是没收到四百块 他们没收到四百块 就是说 我看到这个借力建发的 借力建发的说 呃就是 他们原本要找一千人 结果到场的一百多 这个这个就 我就不知道说现场连一百人都不到 这个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哈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怎么可能说中 中共连一千人都拉不过去 我觉得这个事情很离谱 我不知道中 中共出了什么状况了 你怎么可能你 你堂堂中华人民共和国 你在洛杉矶 你居然抓不出 一千个人 跟你去示威 这个事情就离谱嘛 哎 我不晓得中共是出了什么状况啊 那 那说这个中领馆发钱四百 哦 但是到手 很多人到手只有八十 我看到有人说到手五十的都有 哦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所以大家不去了 哦 可能是这个原因吧 大家觉得被骗了吧 不去了 说纽约中共抗议者前有的还没给钱 给钱 给权 就可能是因为被跳票了吧 所以大家不去了 还蛮好玩的 说四百变八十 祖国统一大业 何日可待 四百变八十 说层层扒皮 爱国都没动力了 那是假爱国了 假爱国了 那你看我就是真爱国呀 你看像我这种真爱国的 对吧 嗯 嗯 对啊 真爱你真爱国 你怎么会要钱呢 对不对 嗯 哈哈哈哈 在洛杉矶的一个微信群里面 在招募抗议者 就是说他他找不到人嘛 哦 你看有查钱 有查钱 看到没有 有查钱 他有查钱 他都 他都招不到人呢 招不到 招不够人呢 嗯 给少了 就临阵倒戈 他们肯定都没去 因为他们知道 就是 只最后只能拿个五十八十 人家不去了 这是 外交部长拍的 就是 在 这个 应该是去 里根图书馆的路上吧 还是回来的路上 这个美国的机车 警察 警察 蛮帅的 嗯 当然台湾也是一样的了 台湾也有这种摩托 这种 重击歧视 对吧 这应该叫重击歧视 之前给你们讲的 那个说 蔡英文总统 引导着美国 走到今天的 那个人 特别气 特别生气的 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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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着这张图说 说 说 哦 这就叫做 私人的 非官方的吗 哈哈 这就叫做 这 哦 这就是传说中的 私人 和非官方的形成 你们看看这阵仗 我的妈呀 你们看看这阵仗 据说现场200家媒体呀 你看看 你看看这阵仗 就 就 所以说把他气死了呢 他说 就是那个人啊 那个人就说 就说 就说 哦 这就是传说 原来这就是传说中的 私人和非官方形成 嗯 就我看到有人说 就说可能这些美国国会议员 这辈子都没有 接受过 就说 这么多媒体的关注 就不 不只是蔡英文总统啊 不只是蔡英文总统啊 哎 你们知道就是说 为什么就是 泽伦斯基 那么受欢迎 就 你想想 就是 譬如说 嗯 大家记不记得 英国的那个首相 前首相 啊 Johnson 他在英国国内 情势非常不稳的时候 他做了一个什么事情 他去见泽伦斯基了 知道吧 他去见泽伦斯基了 有没有给他拉台 有啊 有啊 嗯 还有谁 啊 Tudo Tudo 就大家名声不好的时候 总想往泽伦斯基身上 靠一靠 有没有拉台 有啊 嗯 岸田文雄 岸田文雄 他跑了一次基辅 给他长了多少人气啊 他瞬间在日本形象 立马就抬升了 有没有 所以说就是很多朋友说 哦 那个 呃 就是那么多美国的 世界各国的议员 跑到台湾来 来要钱了 来要合作了 啊 来要半导体了 来要台积电了 你们有没有点出息啊 有没有点出息啊 你以为台湾只有这些东西啊 我给你们讲 就跟泽伦斯基是一个逻辑 人家没有要跟泽伦斯基要啥 就去泽伦斯基身边一站啊 合影一拍啊 然后在那种空袭警报下 往街上一走 立马啊 这个 这个就抬升了嘛 啊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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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象就抬升了嘛 因为你是勇敢的人呢 泽伦斯基在现在的世界上 就是勇气这两个字的化身呢 你说到勇敢 说到勇气 没人能约得过泽伦斯基啊 所以大家往他身边一站 就立马就就就就就就 就就就气势就抬升了吗 台湾是一样的呀 你在现在这个情势下 你往台湾一跑 你往蔡英文总统身边一站 哦 这马上你也你也就沾上台湾的 这个勇气啊 勇敢啊 与威权对抗啊 在一个广袤的黑暗旁边 一个小而明亮的蜡烛燃烧着啊 这个马上那个这个 这个不就就起来了吗 所以说就是我觉得有些人呢 你们的脑子能不能有点精神 不要想着全是物质 就是泽伦斯基他为什么 在全世界这么受欢迎 那因为他就是勇敢和勇气的化身 那蔡英文总统 为什么走到哪一堆人跟着 一样的吗 一样的吗 你台湾为什么这么受欢迎 你以为个个都是来给你要钱的吗 在场当时的一个议员啊 还把中国的那些威胁说 不准去的那个信件全文公开了 中国的威胁是一点没起效果哈 没有一个人退缩 他也不能退呀 他也不能退呀 他也不能退 你想想这个时候谁退 谁被万民唾弃 丢人呐 你丢人呐 你居然中共给你写封信你就退了 所以说这就是 等于说大家要知道说 台湾走到今天啊 他已经 他就是在台湾发生的事情 和大家对台湾的方式 它是你本人的一个道德品质的呈现 知道吧 大家痛骂马克宏是痛骂说你是一个 就是你是一个拿着价值去卖钱的一个走狗 知道吧 大家受不了的是这个 对 就是说你最终这条线是画在说你 就是说你有没有道德 你有没有良知 你有没有勇气 你是人还是一条走狗 那对 我觉得我侮辱走狗了 我要对狗狗说声道歉 我要对狗狗道歉 以后我要避免使用走狗这个词 我觉得对狗狗不尊重 狗狗也不像马克宏这样呀 有人问说那个蓬佩奥 为什么没见蔡总统 蓬佩奥当时在乌克兰 蓬佩奥当时在乌克兰 知道吧 就说蓬佩奥他是支持乌克兰 蓬佩奥一直都支持乌克兰 但是蓬佩奥在这个时候去乌克兰 大家也懂吗 对吧 他的这个推文的 这个view 3.6个million 那是多少 360万吧 360万的观看 对所以说 这就是我跟大家讲说 你以为 你以为大家跟蔡英文总统互动 你以为大家到台湾 是真的要那个物质的东西吗 不是 他要的不是那个物质的东西 我们说的高大上一点 就是说我是个勇敢的人 我尊重你是个勇敢的人 那我们价值相同 我们是朋友 那你说的现实一点 粗鲁一点 就是说我没有你的勇气 我没有你的勇敢 但是我站到你身边 我能沾点你的勇敢的光 知道吧 知道吧 就这么简单的事情 能沾一点蔡英文总统的勇敢的光 台湾勇敢的光 我沾上一点 给我加持 知道吧 给我加持 说我是一个有价值的人 我是一个有勇气的人 我是一个能够 能够对抗强权的人 我们是一个不害怕的一个国家 我们一个不害怕的一个民族 知道啊 这就是 就你说的难听一点 就是这样的 你说的那些什么钱呀 台积电呢 合作呀 那都是下层的 那是更下一层的东西了 之前跟大家讲的 knight的那个t-shirt 很感谢我的管理员 龚维雅和明开 帮我去买了t-shirt 那我在推特上面看到 有女生跑过去试了 给你们看一看 女生穿的后 穿的这个效果 它是 它是男生的t-shirt 但是女生穿 我觉得蛮很漂亮的 女生穿一点问题都没有 对 你看 这一件也很漂亮 对 所以说你女生的话 可以去买的 完全不 就是说完全 你完全没有什么问题 就是 就是男生女生 真的都可以穿的 前跟大家讲的 奈良美智 他也推荐 刘麻沟 15号 大家如果真的 还有人没去看的话 记得去看 昨天是 郑南荣 过世的日子 就是不知道 郑南荣是谁的 我大概说一下 就郑南荣是 在台湾捍卫言论自由 然后追求台湾独立 很早他就认识到说台湾独立是台湾唯一的最终的出路 生存的唯一的出路 那结果呢 当时国民党要抓他 那他认为说国民党的法庭对他不会有公正的审判 那所以他就拒绝被抓捕 那最后呢 是自焚身亡 当时带队去抓捕他的人 就是侯友宜 就我大概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就是郑南荣 那郑南荣是 他是 在 4月7日 过世的 那 但是我个人觉得 就是说 郑南荣 他就是想让台湾生存下去 其实你听他说台湾独立的时候 他就只是说台湾独立是台湾唯一的出路 是台湾生存的唯一的出路 我觉得可能现在大家对郑南荣的理解 远远比那个时候要好 郑南荣就是走得太前了 就是他太早意识到这个事情 可能那个时候没有得到特别特别大的一个共鸣 但我相信现在大家就能够理解这个事情 其实 我有的时候我觉得蛮感慨的 就是郑南荣他是 他不是台湾本省人应该算是 就是说 他应该算是有外省人的血统吧 应该是我印象中是这样 就是他说支持台湾独立的时候 他跟我们某种程度上 我们出发点是一样的 就是这是对台湾最好的一个出路 是台湾最好的一个出路 甚至也是唯一的一个生路 唯一的一个活路 就是他很早很早 他就遇见到现在台湾的困境 虽然说我个人其实觉得很可惜了 非常非常可惜 但是就是我后来看很多人就讲说 其实他的那个行为 对当时的台湾人起了很大的一个震撼的作用 就是说在那个行为之前 因为他是外省出身的这个身份 就有一些人对他会有一些怀疑嘛 那然后就是我说的他的言论太超前了 就是你现在 我现在跟大家讲说台湾独立 就是可能是 就是对于台湾最有利的一个生路 一个活路 这个很多朋友都不见得完全认同 那你说在那个时代 他是1989年4月7日过世的 你想想在1980年代 那那个时候呢 这种言论 大家都不要说接不接受 大家都理解不了 我觉得 大家可能都理解不了 就社会公众 社会大众都理解不了 所以我看到有人就说 其实他这种 就是他这种死亡的方式吧 其实一定程度上就是 让大家能够好好的想一想说 如果一个人愿意这么决绝的方式 去讲这个事情 是不是他说的话 值得大家听一听 就是说他的 他的这种 这种牺牲吧 应该说一定程度上 把台湾独立的议题的这个 这个就是被大家接受的这个程度 往前推了一步 往前推展了一步 但我觉得这个牺牲太大了 对 但是那是他 那是他认为正确的事情 那是他认为应该做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 对我觉得 就是大家继续努力吧 就是继续努力 你 对